尼西米记第十二章 同则撒拉帖的儿子 索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 与利未人记在下面 祭司是西来亚 耶利米 以斯拉 亚玛利亚 马路 哈图 释迦尼 利宏 米利墨 异多 靖顿 亚比亚 米亚民 玛迪亚 毕迦 斯玛亚 约亚利 耶大亚 撒路 亚木 希勒家 耶大亚 这些人在耶稣亚的时候 做祭司和他们弟兄的首领 利未人是耶稣亚 宾内 贾灭 斯利比 犹大 马他尼 这马他尼和他的弟兄管理称谢的是 他们的弟兄 巴布加 和乌尼 造自己的斑赤 与他们相对 耶稣亚生 约亚金 约亚金 生 以利亚时 以利亚时 生 耶和耶大 耶和耶大 生 约拿丹 约拿丹生 亚度亚 在约亚金的时候 祭司做主长的 西来亚族 有米拉亚 耶利米族 有哈拿尼亚 以色拉族有米苏兰 亚玛利亚族有约哈南 米利古族有约拿丹 士巴尼族有约瑟 哈林族有亚拿 米拉约族有希勒凯 亦多族有沙加利亚 静顿族有米苏兰 亚比亚族有希基利 米拉民族 摩 摩亚里族有皮勒泰 毕加族有沙姆亚 司马亚族有约拿丹 约亚利族有马特乃 耶大亚族有乌西 沙来族有加莱 亚牧族有希伯 希勒家族有哈沙比亚 耶大亚族有拿坦业 至于利未人 当以利亚时 耶和耶大 约哈南 亚度亚的时候 他们的族长记在侧上 波斯王大流士在位的时候 做族长的祭司也记在侧上 利未人做族长的记在历史上 直到以利亚时的儿子 约哈南的时候 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亚 斯利比 贾灭的儿子耶稣亚 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 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 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 马他尼 巴布加 厄巴迪亚 米苏兰 达门 雅谷 是守门的 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 这都是在约沙达的孙子 耶稣亚的儿子约亚金 和神长尼西米 并祭师文士 以斯拉的时候 有职任的 耶路撒冷城墙 告成的时候 庄民就把各处的立位人 遭到耶路撒冷 要称谢 歌唱 敲拔 鼓舍 弹琴 欢欢喜喜地行 告成之礼 歌唱的人 从耶路撒冷的周围 和尼头法的村庄 与伯吉甲 又从加巴 和亚马福的田地聚集 因为歌唱的人 在耶路撒冷 视为为自己立的村庄 祭师和立位人 就洁净自己 也洁净百姓 和城门 并城墙 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 使称谢的人 分为两大队 排列而行 第一队在城上 往右边 向粪场门行走 在他们后头的有 和撒亚与犹大首领的一半 又有亚撒利亚 以斯拉 米苏兰 犹大 汴亚民 士玛亚 耶利米 还有些吹号之祭师的子孙 约拿旦的儿子 撒加利亚 约拿旦是司玛亚的儿子 士玛亚是玛塔尼的儿子 玛塔尼是米该亚 米该亚是撒克的儿子 撒克是亚撒的儿子 撒克是亚撒的儿子 又有撒加利亚的弟兄 士玛亚、亚撒利、米拉来、基拉来、马爱、拿坦业、犹大、哈拿尼 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 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 他们经过全门往前 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地市而上 在大卫宫殿以上 执行到朝东的水门 第二对撑谢的人要与那一对相迎而行 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 在城墙上过了卢楼直到宽墙 又过了以法连门、古门、鱼门、哈南夜楼、哈米亚楼 直到阳门 就在护卫门站住 于是这两对撑谢的人 连我和官长的一半 站在神的殿里 还有祭司以利亚经 马西亚、米拿明 米该亚、以利约来 撒加利亚、哈南尼亚摧号 又有马西亚、司马亚、以利亚沙 乌西、约哈南、马基亚、以兰和以谢咒乐 歌唱了就大声歌唱 伊斯拉、西亚管理他们 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 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 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 甚至耶路撒冷中的 欢声听到远处 当日派人管理库房 将举祭、出手之物 和所取的十分之一 就是按各层田地 照律法所定 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 都收在里头 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共职 就欢乐了 祭司立未人遵守 神所吩咐的 并守洁净的礼 歌唱的、守门的 照着大卫和他儿子 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 古时 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 有歌唱的领长 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 当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 首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 攻击他们 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 利未人 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